青蛙之乡 阿布 是风夏之乡 沙巴州政局 从上个星期开始不平静 搞得出国官方的首相安华 一结束行程 就马不停蹄 被网亚币互见沙巴的一众领袖 而呼一面斡旋的结果是 呼吁沙巴成立本土版 结合各个党派的团结政府 沙巴乱局就能这样被摆平吗 安华希望沙巴州政府 维持尤哈之之领导 这是昨晚他和副首相阿末扎西 会见了沙巴各党派领袖后的谈话 他建议成立一个 概括所有沙巴政党的团结政府 并强调自己只是提供建议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在沙巴领袖的手上 沙巴要复制联邦的团结政府 这能成事吗 可能还要看两个 被外界指挥发动这场政变 逼宫的幕后推手 也就是沙巴巫统主席邦莫达 和明星党主席沙菲毅 目前他们都先后发文告表态 支持安华的这项建议 并且表明支持沙巴州议会 今天召开特别会议 所提成的两项法案 但是他们今天早上 集体缺席了州议会 邦莫达给出的理由是 沙巴巫统州议员 要飞往吉隆坡出席巫统代表大会 至于沙菲毅明星党阵营 则是宣称要忙着处理 加快成立沙巴团结政府的事宜 不管怎样 沙巴上演的2023开年政治大片 算是结束了第一回合 政变不成 以邦莫达为首的沙巴巫统 逼宫派议员 目前已经从州内阁出名 州议会里的座位 也已经被移到了反对党的位置上 沙巴政变round one 邦莫达欲速则不达 安华倡议的沙巴版团结政府 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你有什么看法 永远充满无限可能的沙巴政局 会成为安华政府的抗守山域吗 欢迎写下你的想法 记得订阅热点HOSWAT 和我们一起关注国内的政坛发展 的呼吸 的 优优独播剧场 where 。